利用那个什么乱数函数模拟那个 就是乐透彩 假设我们只要取六个号码 比如说输出结果类似像这样子 比如说第几个号码是 几号 第几个号码是几号 那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像这样的题目在很多地方都有出现了以前考那个Java的证照里面有也有类似一样的东西 那只是说用不同的语言写 反正他逻辑都一样只是语法稍有不同 那这里的话会需要用到一个叫Round 就刚刚讲那个Round R-A-N-D那个函数 所以我们的程式该如何转 第1个当然跑一个回圈 H那个4回圈 然后初始值的话是从1开始 结束值是6 所以初始值 那个I 等于1 中间的4 所以你打4 然后刮虎里面的那个 那个I的值 它一定是等于1 那到 就封号第2个是什么 当什么条件会进入回圈呢 当这个值里面的 这个值 它怎么样 它是 小于 等于 6 不是 就是 因为跑6次而已嘛 对不对 所以第1次第2次第3次 然后第4次 再来就步进方式 这个I 等于加加 这个I 是加加 OK 然后再 在一个 后面的值行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 里面就要让它乱数产生一个乱数 我们会用RAND 来产生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其实基本上 第1个 跟刚刚的那个做法 差不多啦 不过程式没几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1个就是说 我们一样 开一个新的档案 名称的话呢 我们叫Lesson 5-2 好了 第2个的话呢 那开头是一个PHP 4 第1个 我们回圈的部分的话 4回圈 然后它一定是初始值 我们可以 假设我今天呢 如果从0开始的话 那变成我这边要加1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等于1的话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这边就不用加1 那看这边自己再衡量一下 那假如说我今天 用0开始好了 然后呢 什么情况会进入到回圈 就是当它小于6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 从1开始就要等于啦 这边后面可能要再加一个 加个等号 反正逻辑自己 自己清楚就好了 然后加加 再来就是说呢 我要乱数产生一个词 先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A里面 那这个A的话呢 它是 这个RMD 后面的话呢 就是一个范围 所以前面是一个最大 最小的词 是1 最大值的话是42 我觉得这个还比较简单 如果用那个 那个什么 用Java的话 它是产生那个 0到1之间的乱数 所以你还要再什么 乘上42 再加1 很麻烦 不过这个RMD PHP好像比较单纯一些些 它直接怎么样 就是 头跟尾 就OK了 然后呢 它就会产生一个乱数 先丢给这个A 那第一次产生的 就丢过来 那所以 D 这边串接一个什么 一个I加1 第1个号码 4 几号 这边也点点点就是串接嘛 然后面的话换行 OK 这样的话做完之后的话 不过这个 没有再判断 就是说如果重复的话 它就直接输出了 不过这个地方 我们先暂时 先做到这 因为如果说你要 判断 是否有重复的话 通常会怎么样 先丢到正列里面去 不是丢到变数 是丢在一个正列里面 这个正列的话 你再去做比对 如果你丢在一个变数的话 那变成你要丢到6个变数 一般 丢6个变数有点怪怪的 你变成你要A B C D E F 然后再来比较 我一般没有人这样写 通常会 把产生的乱数 丢到正列里面 然后在正列里面去比 比对 那比的方式通常是这样 假设 这个逻辑应该很容易理解 有点像这样 假设6个号码 这样6个号码 那 第1个号码要不要比 比如要产生一个 2好了 他没得比 所以第1次要不要比 第1次不比 第2次要不要 假设再产生一个12好了 第2次 第2个产生的 就跟什么 跟他的前面比 第3次再产生一个24好了 他再跟前面两个比 有没有 然后再产生再跟前面三个比 再跟前面四个比 再跟前面五个比 通通比完了 但是这样的叙述 要把它写出来 有点难度 所以第1阶段我想我们还没讲到正列 因为等一下有正列的部分 我们再把它加进来 所以第1个你只要写到这样子 我们来试一下 就是如果我已经做完之后 我希望 让他跑出来 反正预览一下 把它save一下 OK看一下 最后跑出来 有没有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不过 很抱歉 马上就有重复了 对不对 那你再重 重来一次 还好啦 其实重复的几率不会很高啦 但是难免一两次 就会有了 这个部分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另外 像证照考试 加码题目还考 就是说 如果是各位数字的话 请你补个零 如果不是 各位数字就不补零 因为都维持两位数字就对了 如果在PHP里面怎么办 都可以啦 你也可以用格式化 用那个 format也可以 你或者是 判断长度也可以 如果一个字 你就补一个 如果 不是 就是你可以判断长度 这个也这个方法 方法很多 那 这个我想 你们先试试看 就是说 乱数产 其实程式没几行 不过以后都会用到啦 这个好像上礼拜 那个跑 九九成法表也有类似的东西 有没有 一到九嘛 这个只是说那个逻辑 零开始 所以你当然你这边也可以把它改成一啦 记得这边改 多一个零 等于对不对 这样就一 二三四五六对 那这边的话怎样 不用加一了 这样的话把它save 结果一不一样 结果应该一模一样才对啦 理论上应该没问题 有没有 也是一到六 哪一种写法比较好呢 对啊都可以啊 看你喜欢吗 所以每个人写 写作习惯不同 那就 看你习惯 OK啦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然后 先试试看 另外就是说 刚刚有一个地方没写到 比如说 两位数 一位数就补一个零 两位数就补一个零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反正你自己再try看好了 这个部分的话 就牵涉到 什么 就是长度 你怎么去计算 长度 这个比较是属于文字的啦 所以后面的话 等一下就要接着再讲 正列 正列讲完就是讲文字函数 文字函数讲完就是 日期函数 反正主要就是 数学 文字 日期啦 不怕就这些啦 再来正列啦 如果你这些都学会的话 大概一个基本的那个 程式你大概都可以掌握了 那这些东西 其实任何的语言都有 所以以后你要学的话 跟你讲 你就去学 两个语言 比如你以前学过Java 那你现在学PHP 你就把Java跟PHP 比较一下 以后的话就学那个 他不一样的地方 他一样的地方 其实就不用特别去记 特别去学 因为你本来就会了 那 不过有的时候常会搞混 学太多语言也是麻烦 常常这个跟那个 所以怎么办 记得还是要 把它记在云 我是把它记在云端上面 有的时候需要的时候就拿来参考一下 不然有时候常常会写错 所以我还蛮喜欢用複字贴上的 但是要记得 要细心 如果你是喜欢用複字贴上的同学 一定不能急躁 因为你一贴上之后 一定会发生错误 很多同学就是 一贴上去就不理他了 可是就错了 那你可以 你要知道说你贴完之后 还要改哪些地方 才是重点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我再试试看